你平常这个抗中宝台 这个金字招牌 扛得这么大 举得那么高 但是呢 当你开始可能过往 有一些事情被翻出来的时候 这个有小三本身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还被发现是陆籍的小三 你跟一个陆籍的女子 有这一段的一个感情史 那有没有可能 又不小心假设这个女生 她是个间谍呢 是个卧底呢 那她有没有可能会来 跟你问一些 你知道比较机密的一些讯息啊 国防的一些事情啊 从你这边来获取资料 所以没有说 抗中宝台就不可以 跟他们的陆籍人士有接触 没有这件事 还是可以接触的 彭孟凯委员他就有提到说 那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些不法的话 应该检调就要赶快来做启动 检调 对于现在的检调而言 是有轻重缓急 他们可能会先从一些 比方说上级有指示的啦 然后可能要先急着速办的啦 可能会从那方面来着手 比方说像最近 柯主席还有柯文哲主席的 这个政治现金的案子 就目前正在侦查当中嘛 那当然你说这件事情 大家也觉得很想知道啊 到底有没有其中的 一些不法情势呢 这是不是应该要去把它 讲个清楚 说个明白 那就非常的重要 李梦彦 哎呀这个不得了了 没想到小三又是个陆籍人士 那我们都说天哪 怎么跟赵天龄很像呢 我刚刚已经看到这个 有网友留言 我等一下一样会这个来 点点名哦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持续来 我们这边留言 好我刚刚有看到 蔡炳修说宝宝无安 BPP爆出这两件 括号加上赖天龄的事情 真的让人觉得抗中宝台 根本就是喊假的 哎我跟你们说 这事情一马归一马 好不好 一马归一马 这个不管是经商啦 或是谈感情啦 这个抗中宝台 是他们的一种意识形态 跟神主派哦 但是这个经商归经商 谈感情归谈感情哦 所以没有说 抗中宝台就不可以 跟他们的陆籍人士有接触 没有这件事 还是可以接触的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说法呢 当然是有点半调侃的方式啊 但这的确会让大家 也会有点疑惑吧 就觉得说你平常 这个抗中宝台 这个金字招牌 扛的这么大 举的那么高 但是呢 当你开始可能过往 有一些事情 被翻出来的时候 这个有小三本身 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了 还被发现是陆籍的小三哦 然后大家就觉得 不是如果是其他党派 有类似的事情 大家可能不会酸得那么严重 但因为毕竟是民进党嘛 他们一直都说抗中宝台 但他们这个相对呢 有一些人他们自己背后所 这个友好的小三呢 是这个陆籍人士 大家就觉得相对比较没办法接受 那再来呢 这边呢 的确哦 这个小三哦 他姓张哦 所以我们叫他张姓的女子 那当然他的前夫呢 一位成姓男子呢 他也证实说的确两人是已经离婚了十多年了哦 但是呢 他对于这个前妻跟李孟严的关系 其实他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现在看起来呢 他前夫也有来讲到说 这位他的前妻 其实社交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活跃啦 就等于说好像在陆配圈 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陆配圈来说 好像也算是一号人物 也是一个知名人物 所以的确他可能在这个 政商关系啦 应该是不错的 我们看到李孟严都为之倾倒 所以呢 看起来的确可能社交能力 蛮好的蛮好的 那现在呢 又有一个另外的状况又出现了 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哦 这可能要来讲清楚 好 因为呢 现在发现到这一位这个 张姓的女子呢 她住在一个永和的千万豪宅里面 但这个千万豪宅呢 不得不说 竟然她是远航前董座张刚为的建案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 蛤 哪里安嘞哦 大家就觉得开始那个警报声 就要开始响起了 因为其实这有时候的确会 你知道会比较 落人口舌的地方 也就是说因为原本 原本原本如果大家不晓得李孟宴跟这位张姓女子的一个关系的话 可能大家不会去联想到这么多 但因为毕竟呢 这个跟李孟宴 然后这一位小三本人 小三住的蛮好的 住的蛮好 然后又刚好是这个 这个钱董座的一个 这个建案哦 所以难免可能就会被大家做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联想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看一看 好像是 他自己本身也在经营一个泰式养生馆 当然有一些人说好像是八大行业或什么 但这个都是很多很多的传闻 然后现在每一个报道写的都不太一样 那反正说呢 他也是这个这个养生馆的一个大股东 好 那接着我们讲到这个豪宅 刚刚提到这个豪宅嘛 他豪宅是怎么样呢 27坪的房型市价大约是3000多万哦 然后就觉得 好像怪怪的 那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张照片哦 这个是一平新闻网 这边的一个这个照片 然后他看出来呢 是讲到说 其实李孟宴之前曾经跟这个张刚伟 前董座张刚伟的律师 有喝咖啡 当时呢 这是他的律师 那当时喝咖啡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引来关注 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要喝咖啡 没有说不能交朋友 但就是 不是 有时候是这样子 因为当你已经位居高位之后 当官之后 其实大家会更加的去 审视你的交友权 你知道当 我们都是一般的小老百姓的时候 你跟谁吃吃饭啊 喝喝咖啡 其实大家也不会太理你 但是因为 毕竟你已经位居高位了 然后你实际上是有些实权 可以掌握 未来国家政策的一个走向 甚至有一些建案啊 或什么之类的 这个就很敏感 好很敏感 所以呢 其实 大家就开始 就在连连看到 现在大家都很会连连看 就一连连 然后觉得 他跟这个律师 为什么要喝咖啡呢 然后又发现 他的小三竟然 竟然 住在这个建案里面 越想越不对劲 越想越不对劲 所以这个就开始有出现了一个分支出来了 好那当然呢 这个洪梦凯委员 他有提到 他说呢 其实当时的确 好像这个李孟燕 他在立法院的时候 曾经有坦言过 他是有见过张刚伟的 所以呢 洪梦凯委员 他就有提到说 那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些不法的话 应该检调就要赶快来做启动了 哎 检调 检调 不是 这个有时候也是看事情 你知道吗 看轻重缓急 对于现在的检调而言 是有轻重缓急 他们可能会先从一些 比方说上级有指示的啦 然后可能要先急着速办的啦 可能会从那方面来着手 比方说像最近科主席 还有科文哲主席的 这个政治现金的案子 就目前正在侦查当中嘛 那当然你说这件事情 哎 大家也觉得很想知道啊 到底有没有其中的一些 不法情势呢 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讲一下 赵天龄 当时的赵天龄呢 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嘛 因为毕竟他当时在 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跟一个陆籍的女子 有这一段的一个感情史 那有没有可能 又不小心假设这个女生 她是个间谍呢 是个卧底呢 那她有没有可能会来 跟你问一些 你知道比较机密的一些讯息啊 国防的一些事情啊 从你这边来获取资料 这当时大家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 可是呢 大家有发现吗 最后又不了了之了呢 都不了了之 想说 所以呢 后来是什么 然后说不选了不选了 装没事 刚才走 快走 就没事了耶 就合理吗 不合理吧 不是有些事情是这样 就是 其实当时可能舆论上面讨论的 非常热烈的 其实这些东西 政府如果 要展现出他们的一个 魄力的话 也不能只办别人嘛 还是会办办自己人 然后呢 也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可能政府真的是不分党派 然后该办就办 然后该查清楚就查清楚 如果真的去危及到国防机密 这件事情的话 照理讲 这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然后也应该要让大众知道 有或没有 没有你就说没有 有的话 那你侦办进度到哪里 这其实应该都是要来讲 所以当然现在这个李梦燕 这件事情呢 开始跟这个钱董作 开始扯上关系的时候 那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这是不是应该要去把它 讲个清楚 说个明白 那就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李梦燕这个呢 现在大家就开始联想嘛 说可能这个台南帮 陆续开始被盯上 台南的话 就像我们当时其实 前一两个礼拜也有讲到 说台南的事情 这个既然赖清德总统 都已经说好要速摊了 要打炸 要扫黑了 那是不是可能从他自己 原本的一个本命区 来做起 会让大家觉得 更加的心服口服呢 其实原本我们想说 可能几率不太高 毕竟他的本命区 他如果真的要下手下去的话 真的把台南地方都给吓死了 他想说这个陈宗燕 怎么会还真的 被起诉 我吓了一跳 那当然如果现在是 这个赖清德总统 他想要透过这件事情 来展现他的魄力的话 他开始从陈宗燕开始查 那你说这个李梦燕呢 这搞不好又是下一个 会不会持续被处理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这个的确 也很值得我们持续观察下去 那原本呢 大家又开始在讲说 会不会是民进党的派系 又在斗争呢 好像绿营的立委呢 很多很快跳出来说 没有没有 大家都不要再 不要再想这些了 没这件事情 没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说没有 你们说别的党派都有 自己就是没有 当然你知道 因为大家就觉得很怪嘛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突然就是由PTT 来爆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那李梦燕也很快的就承认了 然后也道歉 然后就说他已经口头请辞 那口头请辞完之后呢 行政院也很快的就立刻获准快走 千万不要来伤到 爱卿德总统的支持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芦荠协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荠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荠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荠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